西游记今天讲那个牛魔王 这个牛魔王是西游记里面最有文化的妖怪 而且是比较这个 就不像别的妖怪作恶多端呢 对吧 祸害一方 这个牛魔王他有个幸福的家庭 这一家三个都是妖怪 但是都还行 除了他那个儿子 对吧 除了红孩儿也得就得在一方 横行一方 红孩儿在那个套山 什么这个铺松剑 火人渡 把那个当地的山神啊 土地公叫过去奴役 对不对 让他们扶差 反正是坏 让他们给钱 这个就是他儿子有点坏 牛魔王跟他老婆 他还有个小妾 跟他老婆俩都挺好的 他还有个小妾呢 也稍微差点是 就牛魔王是 你感觉他应该是 就是拿什么人跟他对比啊 牛魔王应该拿这个 真元子跟他对比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牛魔王更像是儒家那种绅士 也是修炼成精了 你知道吧 你看有妻有妾有儿子 有田产 完了他也得装 他读书 他有文化呀 牛魔王有书房 那个知道 没有听说奶妖怪 他搞个书房 牛魔王有书房 完了牛魔王还练字 还研究那个单书 你知道吧 那看书啊 真看你知道吧 不是闹着玩的 你知道吧 对 对对 他有作技 牛魔王太阳老君 不是 这个就一定瞎说 不是 牛魔王和太阳老君 对吧 说牛魔王 对吧 替老君代持 儿子什么的 这个都是 这个有点千家富贵 有点千家富贵 理由就是说 这个 铁上公主 为什么叫铁上公主 对吧 罗刹女 为什么有个芭蕉上 这个有点千家富贵了 为什么呢 那个芭蕉上 据说是开天辟地的时候 就那个 魂元之粗啊 然后宇宙 不是天地一分开吗 对吧 完了之后 那个时候出现的 这个芭蕉扇 芭蕉 芭蕉树 那你说说 一棵芭蕉树 恨不得能做 一千把芭蕉扇 我擦那么多的是 对不对 为什么 罗刹女 手上一棵芭蕉扇 那就是太阳老君的呢 谁谁规定呢 那扇子不是一把 是不是 那芭蕉树能做 多少把扇子 自己算出去吧 好歹是一棵树啊 是不是 那玩意扇子 能做一千把 没毛病吗 没有一千 一百可以吧 是吧 所以说 你说芭蕉扇 就是太阳老君的 那有点 有点扯啊 就是有点勉强 今天我来讲一讲 牛魔王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不一样的牛魔王 然后他跟 七天大圣之间的 就不一样的感情 就是 是我认为啊 牛魔王 他们一家 实际上是 孙悟空啊 他有了小权力之后啊 他有了门路之后啊 孙悟空心里想念的 就是他这个哥们 他这个老大 牛魔王 他处心己律的 想为牛魔王 家里办点事 先把他儿子 送到 菩萨那 完了又把牛魔王 送到如来那 然后那个罗刹女 他也留下来 罗刹女又 诶 罗刹女 最后是成正果了啊 那书上原著写的 修成正果啊 什么叫正果啊 罗刹女 是什么能变的呢 他没说 但是罗刹女 一定不是人 他说了他修炼 多少年之后 有了人生 有了个人生 但是没有得到正果 没有正果 结果后来 孙悟空把八戒上 还给他了 对吧 然后罗刹女在那儿 就修炼 那个土地公公 也求情啊 好像是这样吧 一方土地啊 就是罗刹女 后来他修成正果 你想想 牛魔王这一家的 都走到猴子这条路 你知道吧 猴子心里想着念的 就这个老大 自己好了 不忘记老大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就说 牛魔王这一集 这个他试图 四个人加一瓶马 不是前面一期 是孙悟空 刚跟如来斗法吗 给如来摊牌了 对不对 我得成佛啊 是吧 如来答应他了 你七天取心成功 你如意做了连台 这你也成佛 对吧 这个包票 这是当着那么多菩萨 金刚 怎么那么多面说的 这个如来说话 不能不算话 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 孙悟空是打了包票了 就进了保险箱了 他这只要取心成功 就成佛 对吧 这么好的事情 他想着兄弟啊 是吧 完了之后啊 刚跟如来斗王法 是吧 二心什么大闹 什么乾坤的 什么一体难修 真机灭 是吧 好 这试图几个人走走 这个唐僧啊 他就越来越干净热 越来越热呢 后来 他们到一个老头那儿 问那老头 在老头家吃饭 画斋 问老头啊 那老头就跟他解释 说这个什么 一个火炎山 对吧 然后怎么有个火炎山 这么厉害 那个老头说了 说孙悟空啊 大圣 对吧 你就别装了 这个山跟你有关系 好像土地说的 我这 不是老头 老头就说这个山 每年 然后他那个 唐僧就说了 你怎么弄呢 这山这么热 山女的吧 布毛这些都烧死了 然后那个老头就说了 这个多少元 有个 有个铁扇公主 铁扇 对吧 有个扇子 借那个扇子一扇 扇几下就好了 对吧 能管一年 管半年 然后他说 我们这儿每年 对吧 都要去 那儿求扇子 给送什么东西 送什么礼 去那儿 那叫什么 翠云山 芭蕉洞吧 是吧 我记得不太清楚 反正去那儿 求他的扇子 借那扇子用一下 然后从他那地方 到那个 借扇子 来回 要走一个月 然后宋徽听说 那我就去借呗 对吧 后来他就飞到 翠云山之后 他就 把山神找出来了 问了山神 这个铁扇公主 这八家山的来历 那铁 那个山神就跟他说了 这个啊 是叫大力王吧 说宁末王叫大力王 对吧 这是这个洞的主人呢 是宁末王 这是他的老婆 叫罗刹宇 又叫铁扇公主 然后这个宁末王 现在呢 想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叫什么山 对吧 跟那个玉面狐狸 人家招亲 玉面狐狸有钱 家里 他父母死了 他也是狐狸 修的 然后他家里死了 有田厂 有山 有资源 你知道吧 入赘 他喜欢宁末王 宁末王你想想 你想宁末王 他不是牛啊 人家是独树人 你知道吧 很有文化的 不是闹着玩的 你知道吧 然后人家就羡慕宁末王 就喜欢宁末王 把宁末王招亲了 入赘 入到他们家 玉面狐狸他们家 你知道吧 好人是吧 入赘了 然后在那待了两年 这时候 田厂公主一个人在 在那个叫芭蕉洞 好 宁末一听说 牛魔王 那不是我老大吗 对不对 然后他就 好了 然后他就跑去 他不是嫂子吗 对不对 跟他就叫他嫂子 要借他芭蕉上 然后他在那洞门口啊 就通报 小妖怪一听 你是谁啊 找谁啊 毛连 雷公 你知道吧 他说 他以为那个 人家认他这个叔叔 你知道吧 这是见嫂子 他说 你跟他说一声 我叫宋忠 是牛魔王的 七弟 牛魔王说大哥 我叫他嫂子 结果这个 这个小妖一进去 告诉那个 田厂公主啊 你不提宋悟空还好 你提宋悟空 田厂公主 火冒三战 你知道吧 拿着剑 出来要跟宋悟空拼命 宋悟一看这不对啊 这个 这个嫂子 怎么这么喜欢小猪子 对吧 怎么上来就拿剑砍 然后那个宋悟就问呢 他说 你还好意思说 对吧 你把我儿子还来 还我儿子 然后那个宋悟空就说 你儿子不挺好的吗 安排在关于菩萨那 然后也说了一对啊 说善财同子 现在是与天同寿 什么一大堆的好处 比我的要好 就比宋悟空还好 然后那个田厂公主不听 说你别跟我废话 对吧 再好 没有自由自在 没有单妖怪好 自由自在 你看 他也受了那个 牛魔王的这个 思想的毒害 你知道吧 他认为 就是在菩萨那 修成正果 没有用 我不如自己自由自在 他老这么认为 然后他见不着他儿子嘛 然后宋悟空就说 你想见你儿子不容易吗 你把八家扇 给我 借我用一下 我哪天把那个 把你儿子带来 让你看看不就完了吗 田厂公主不行 砍他 然后说 我把你脑袋 你要能 挨我几剑吗 挨我几刀 再说 结果宋悟空那行 把脑袋伸着让他砍 结果发现这个 脑袋砍不动啊 砍不动 把这个田厂公主一看 不行啊 跑 结果宋悟空跟后面追 要接他扇子 这时候 这个田厂公主 把那扇子 从嘴里面扣出来 你知道吧 一扇子 给那个宋悟空 扇子飞了你知道吧 孙悟空不知道啊 不知道扇子这么厉害 一扇子给孙悟空晒的 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啊 等孙悟空反应过来 这个晕晕乎 等他脑子轻盈过来的时候 一吊在那个 丁尼山吧 就是那个林杰菩萨那儿 就是那个灭 那个黄蜂怪的那个 那个菩萨 就到那儿去了啊 正好他一看 哎 这不是以前来过吗 找那个林杰菩萨 好 这个我正好啊 我去拜访一下 一看下面那个 那个禅院嘛 就是林杰菩萨的那个庙 哎 他就我去拜访一下 正好顺便问我 这哪个妖怪这么厉害啊 对吧 他哪儿学的功夫 然后他就找了林杰那个菩萨 林杰菩萨就说了 哎呀 说你厉害 说他那个一扇子啊 应该是十万 呃 他那一扇子 说是八万四千公里 八万四千里 你呀 身体好啊 这个结果你只飞了五万四千里 正好 我这个地方离那个 那个叫翠云山 正好是五万四千公里 你正好调我这 然后这个孙悟空问他 这是什么人啊 对吧 这么厉害 然后就说他那个八家扇 八家扇什么什么 这个太阴之之物啊 这门扇阴风的 你知道吧 扇阴风啊 他那一扇 那个火就会灭 他扇的是阴风 知道吧 跟老君的扇子不一样 老君的扇子一扇 把那锅炉扇灭了 我猜 那老君不蹲了七批了 是不是 老君的扇子 是越扇的火越旺 对不对 你扇一下呢 你高炉炭架完了 你扇灭了 他受得了吗 是吧 这我知道啊 炼钢炼铁 就怕高炉 凶火你知道吧 是吧 那是事故啊 好 然后这个 中文一听 那怎么办呢 那林吉普特说 我这也订风单啊 订风单 给他藏在他衣服领子里面 说这样你去 就没事了 是吧 然后他从那个 林吉普特那 拿着订风单去 这回他又飞到那个 这叫什么 这个崔云山去了 找这个铁山公主 结果他是 这回啊 他是 他变了一下 变了一个 小蜜蜂还是什么 从他进去 进去说 这个铁山公主 好像是在干啥 在喝茶 他不是 他现在洞外叫骂吧 对 叫骂 叫骂 然后这个 这铁山公主说 哇 这这宋风怎么回事 这他妈 刚一扇子上完 怎么那得飞 好几万公里啊 怎么这 这么快也回来了 不应该啊 结果跑出去一看 果然还是宋风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嫂子 把那个扇子又掏出来 给他一栋狂扇 结果这回扇不动 你知道吧 这个那个宋风扇子呢 不动 哎 这个铁山公主 慌了 晃了 然后就跑进去 把门关上 堵上 搬着进来 进去穿口气啊 做那些喝茶 这时候这个 宋风就变成个 小蜜蜂啊什么 飞进去 飞进去后呢 看见那个 天然公主坐在那 正准备 那个那个丫鬟 给他倒了茶 这样喝茶 结果天然公 这个宋风就变了一个 什么 什么小虫子之类的吧 就藏着那个茶叶下面 然后天然公主 一口喝就渴啊 山的呢 一口茶给干了 结果宋风 就倒到肚子里去 宋风到了肚子之后 就开始 嫂子 把那个扇子 结果用用 天然公主吓坏了 这门不关好了吗 门都关好了 这宋风都没进来呢 好像在哪说话呢 后来他们去看 找啊 后来那小妖怪说了 好像在你身上说话 好 宋风风这个时候 就开始使坏了 说我让你尝尝厉害 拿脚踹 对吧 拿棍子捅 那天然公主就疼得不行啊 然后那个宋风说了 你把铁扇 结果用一下 好 那个天然公主说了 行行行 宋风风怕他这个耍赖 是吧 这个宋风跑到嘴里面 到他嘴里面啊 说我让你张开嘴 你就张开 怎么怎么着 说一对啊 实际上那个 那个天然公主 把嘴一张 他就飞出去了 飞到正好扒到扇子里面 就让他 对吧 再把嘴张几下 实际上他已经飞走了 他怕这个天然公主 一下把他咬死了 好 出来之后他一变 那个天然公主 一看没办法 然后他就把那个扇子 宋风风把扇子背着 走了 说我用完了还给你 好 宋风风把扇子扇回 就背着飞回去了 飞回去了 遇到那个唐僧 高兴了 扇子借来了 让他赶紧扇了 结果这个扇子 不是那个 什么扇子 这个扇子 扇子不是阴风 结果他们扇子一扇 那火烧得更旺了 把那个宋风 毛的扇子烧掉了 宋风风毛的扇子撩掉了 宋风风赶紧跑 出发起来他们都跑 烤熟了 马上就烤熟了 赶紧跑 跑了几十公里 连跑几十公里 宋风风说不对啊 怎么不是一扇 就没火了 这不是越扇 火越大呢 后来就问那个 是不是又找土地公问 土地公说 你这扇子有问题 你接错了 宋风风这时候发现 原来是罗刹女 骗我的 搞了个假扇子 这时候宋风风就想着 这怎么办呢 真扇子你也弄不到 宋风风就想着去找他大哥了 找宁末王 然后他到宁末王那 叫什么山 对吧 去了 宋风风跑去 就看见一个女的的路上 宋风风就问了女的路 在什么什么地方 跟那女的聊起来了 聊起来宋风风 大概猜测的 可能就是宁末王的小老婆 他就拿着棍子来吓 那个女的 那个妖怪也是 他人家是那地方的主人 对不对 他你一个吼子 对不对 他搞不清楚 是吧 所以两个人发生矛盾 这宋风风风 拿着棍子吓的 那个妖怪一下 赶紧跑回去 跟那个宁末王告状 说外面一个雷 那个毛脸的雷公 要打我 要杀我 把那个宁末王气坏了 宁末王出来 说是什么人 说把我来披挂 对吧 他这个铁棍子 他也是铁棍子 宁末王用的也是铁棍 孙悟空也是铁棍 宁母王出来 然后你看孙悟空 孙悟空就嫁到大哥 结果宁母王鼻子都气歪了 有这样做兄弟的吗 孙悟空说 他把来龙出卖一说 我来借八家扇 那个宁母王不同意 两人开打 宁母王出来 你呀 一 把我儿子给拐跑了 儿子拐跑了 第二个 你欺负我老婆 正妻 他叫山妻 你欺负我山妻 对吧 捉弄他 第三个是 你还欺负我小老婆 我们一家都被你欺负了 这种 对吧 我怎么可能把八家扇借给你呢 给日子宁母打吧 对吧 是吧 你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你一欺负 把人一家都欺负了 儿子 两个老婆都欺负了 你还跟我要借八家扇 就气得不打一处来 然后就跟孙悟空干嘛 兄弟 什么兄弟不兄弟 对吧 好 他两人正打着呢 不分身负 不分身负嘛 打着 宁母王说 歇会儿到点了 怎么到点了呢 那边来个小妖怪 小妖怪跟宁母王说 说我们家老爷说了 说我想起来 对 我今天中午还要约会 对吧 还要去吃席 就宁母王说 以后再说了 你爱干嘛干嘛去 反正我要吃席去了 他还走了 你看 就这么 这叫松弛感 就打着打着 不打着 我要吃席去了 咱刚才还说 要死要活 对不对 刚才是要死要活的 对吧 欺负我川家 对吧 不拿我当兄弟 不拿我当大哥 这回他要喝酒去了 走了 然后宁母王你看 这哥们去哪喝酒 我也跟着去吧 所以他跟着哥们去了 结果到了一个地方 是个湖吧 对吧 然后这个一看 宁母王就知道 宁母王肯定到湖里去了 宁母王骑着他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清金兽啊 叫什么兽对吧 宁母王有他的坐骑的吧 骑着兽 跑过去了 然后那个宁母王一看 那就赶紧追进去啊 他就念那个避水诀 也进了水 避水清金兽是吧 对 然后进了水之后 他就看见那个 一个府地嘛 然后他就 一个大螃蟹 你知道吧 爬进去看 结果看见就是一个龙王 对吧 又是一个龙王 在那儿 跟这个宁母王称兄道弟 在那儿 正准备安排宴席吃呢 结果看见大螃蟹了 那个龙王挤了 把那螃蟹抓过来 对吧 谁让你来的 这螃蟹嘛 把他正好 把他争一争 吃了 结果这个宋公下坏了 说这个 哎呀 螃蟹 是过来干什么呢 总之找了个借口啊 堂塞过去了 说我来效忠了 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 其他人就说了 其他人也是 好像这么说的吧 就说 现在正大喜的时候 大家要喝酒高兴点 你把他杀了 不合适 不及命 大概这意思啊 把他放了 把他放到门口 说在那门口 在那做个 做个随从 干啥的 这个螃蟹 宋公就爬出去了 爬出以后 宋公一看 他一想 哎对啊 牛魔王在这儿喝酒 对吧 我啊 我装成牛魔王的样子 去那个叫 翠云山 芭蕉洞 去骗那个罗扇女 骗了铁上红 把那扇子骗出来 他就脑筋一动 然后他就把那个 碧水啊 琴琴瘦的吧 琴琴瘦吧 碧水琴 把他牵了 出去之后 他就变成牛魔王的模样 骑着他那个 牛魔王的这个 直接到这个 翠云山 这个啊 叫八甲洞 哎 到那之后啊 我说你一看 牛魔王来了 哇 激动的不行 知道吧 说他说牛魔王的 夫君的吧 你已经两年没来了 你有了新欢 他跟那个玉面苦恋 叫新欢 你知道吧 你跟那个新欢 你还有空到这儿来 真是好感动 知道吧 两个人开始喝酒 要这个 要重温旧梦啊 然后这个宋公 对吧 就开始 这个铁扇公主 这个罗沙女 他就拿酒灌这个 他以为他是牛魔王吗 灌他你知道吧 让他喝多 然后要办事 你知道吧 两年没见面了 完了这个宋公 他也不喝酒 他不敢喝 他就在那推三组织的 让那个罗沙女自己喝 也喝得高兴了啊 然后这个宋公就问 这个猴子太坏了 来骗这个八甲扇 说啊 这个山七啊 对吧 扇子里面藏好 罗沙女说藏好了 在我嘴里面 然后他把他拿出来 然后那个宋公 他就把他拿着 把玩把玩 然后他说 这扇子怎么让他变大 就这么小啊 对吧 然后那个罗沙女啊 铁扇公主家说了 你看自家的宝物 这个口令你都忘了 对吧 你用手啊 摁住第几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丝的吧 第几个骨头 然后就念什么 一句口诀 他就能变大 宋公一摁一念 果然变大了 然后宋公这时候 露出原形了 高兴了 一高兴露出原形 你把这扇子拿着 结果这个铁扇公主 像奇怪了 一看是圣口的 把这扇子又拿到手了 所以我拿着扇子跑了